巡魏巴士正式啟動 3 2 1 請啟動 插入啟動鑰匙 巡魏巴士即將上路 配合今年度的新設花海節 市府市特別規劃了四條路線 要帶民眾進入山城 玩便包花馬利浦 抽藤坑等五個休閒農業區 基本上花還很大 但是半天看完以後 大部分去看人面對一個問題 去哪裡吃飯啦 這裡有什麼好看的東西啦 大部分的客人有這個意見 所以不管是午餐還是晚餐 我們現在的安排 帶他吃烏煙 新設的香菇 帶他去騎鐵馬 帶他去採水果 還包括看花海 新設名產馴菇類做成乾貨 麵條都受好評 而正值產季的柑橘 親手摘的風味肯定更加香甜 連周邊商品也大賣 香草做的美食來到山城 肯定不能錯過 公主村 然後裡面種植了大量的香草 然後還有佈置很多公主的氛圍 所以歡迎大家來到我們安妮公主花園 就是可以喝花草茶吃我們的香草餐點 在欣賞花海之後 帶你到石崗去騎腳踏車 或者到東四去採橘子 到新設去採葡萄 去撿香菇等等 還教你做一些DIY的活動 所以說我們希望說大家能夠趁著這個花海活動 來深入了解農村 體驗農村好 享受田園之樂 花海的話 我們都預計有150萬以上的人次 那我們希望藉由這個農村體驗活動 再把人潮往上拉 希望可以達到200萬人次 到新設 到三成億 東四 石崗 新設等區域 是台中市休閒農業發展重鎮 這次市府推出尋味巴士 讓民眾以千元不到的價格 體驗農產DIY 採仙果等行程 推廣農業之餘 也帶動觀光經濟發展 進軍台中採訪報導